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晨映投资密码 我们之前提到说 在投资的时候呢 有很多短线上面的讯息 然后增加我们投资时候 判断的难度 但其实呢 只要追踪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在上一段的投影片 跟大家提了四个东西 然后看短线 那如果想要布局比较中长线的呢 比如说呢 那么几个月以上的投资 甚至是一两年以上的投资 那么该怎么看呢 长线上面的话 在我归纳出来的定毛理论里面 一样跟大家提 看四个东西 然后来决定大盘的 投资的长期的方向 好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那么长期可以看什么呢 资金的部分的话是看利率 那另外呢 在景气的部分的话呢 则是看PMI OECD领先指标 还有一些机构法人的大咖研判 各位那总共都是四项 我们提到说看短线的话 也是四项 然后看中线的话也是四项 短线上面其实就是 没有特别方向的跑来跑去 但是股市最后的方向的话 是反映什么 中线是反映景气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安德烈科斯托安尼啊 欧洲股神他所提到的 人跟狗的一个比喻 人带着狗走路 人代表的是经济 狗代表的是市场 那人走的时候 狗一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但是最后狗走的方向 跟人走的方向是一样的 原因的话是市场 最后要反映 那么真正的基本面 就是景气的趋势的部分 那么因此呢 投资如果做中长期投资的 记得要看 我们讲景气的方向 定毛理论 看中线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至于呢 当我们才开始看到 细项的时候 那么其中资金的部分 是看利率 好记得啊 汇率是看短线 然后呢 利率是看中长线 为什么 因为呢 一个国家的利率 不会常常变化 美国FED的话 一年开8次的会议 那么中间呢 好像预估今年的话 是4次的调高利率 那台湾呢 台湾的央行 我们的利率已经连7栋 6月份开会 可能还是并进入连8栋 所以利率不会常常变化 最重要是利率的 相对低档或相对高档 跟它的趋势 好 这上面的话 是美国的S&P500指数 底下的话 是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 各位一看 各位这是近20年来的股市 跟利率的比较图 所以我们看到说 1999年的时候 这段有升息 上面股市涨 2004到2006的时候 升息上面的股市涨 2015年的时候 开始升息 各位股市也是涨 所以基本上 在升息循环的初中期的时候 股市的话是属于多头走市 是属于牛市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利率 还在长期的相对低档 所以不要因为三次升息 变成四次升息 大家就吓一跳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好那么接着呢 我们讲 景气的部分 景气的部分 每个月的月初 世界各国的话 都会公布采购经营指数 有了一个的话是 制造业的采购经营指数 另外有非制造业采购经营指数 或服务业采购经营指数 或者是把制造业跟服务业合起来 叫做综合采购经营指数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先看制造业 因为它比较敏感 好上面的话呢 是美国的这个S&P500的指数 底下的话是美国的PMI 那各位它判断的话 一个重点 大于50的话代表景气的负数级 现在是不是大于50 所以目前景气 并没有出现下滑或反转的疑虑 那么以前曾经出现过 在2015年 那一段股市不断走平 而且修正 那么接着呢 大家担心海啸对不对 海啸在这边 2007年到2008年的时候 的确破50之后 再拉起来 再破50之后再拉起来 上面的股市就一路的江河日下 因此PMI破50是一个景讯 那我们再反过来讲 现在有没有破50 没有 没有的话 那大家说实在 你看到这个景气 你就知道中线没有反转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用自己看到说 比如说川普又要跟金正恩见面 川普又不跟金正恩见面 川普又要跟金正恩见面 结果搞半天 全世界就被他们两个的话 可以说搞得这个晕头脏脑的 不然呢 一直要升息 他又不要升息 你到底要升息几次 这些其实都是呢 最重要是判断长期的趋势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下张投影片你说 美国可以这样看 那陆股呢 很多投资朋友讲说中国的ETF 大陆ETF最近怎么好像死掉了一样了 怎么回事啊 附深300指数的话 跟中国的PMI 能不能看呢 也可以 上面的话是附深300指数 底下的话是PMI 在之前呢 因为啊大陆的这个景气的强度 并没有这么明显 它几乎都在50上下做盘整 一度的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后面这个指数喷了 喷但是喷喷喷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这个PMI没有往上 甚至于是往下破50 结果各位 这就是附深300的陆股啊 在2015年的那个高点 后面反转下来 那最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 还出现这种破底的情况 那么接着才拉伸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PMI 没有破50啊 没有破50它就是不会涨 但是并不是这个景气 之上有景气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是有所谓的风暴的时候 就像这里一样 上面的指数开始跌 然后呢这个PMI下修的很快 但是之前其实PMI拉很高 后面的话下修的是很快 那现在有没有 没有现在就是 不会涨 就简单的讲 就叫做一个盘整盘了 但是呢盘整盘 那么只要呢 它还维持在一个景气复苏的过程里面 那果实就有机会来做反应了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另外一个判断世界 全球的主要国家的 叫做OECD的领先指标 那这领先指标 据OECD讲了 可以反应未来6到9个月的景气 哇那是不是很好呢 我们现在的话呢 6月份然后要进入下半年了 进入下半年 说下半年景气好不好 好不好的话 我们看这边人家帮你写好了 上面呢 如果这个图觉得太麻烦 上面还有英文的注解 那英文字很复杂没有关系 因为你发现它其实来来去去 都是那几个字而已啊 那各位这个是OECD 35个会员国啊 它说稳健成长动能 好就是大的方向了 那它有哪些很重要的会员国呢 像美国 美国这边也是能稳健成长 那中国的话呢 获得动能 接着呢欧洲的话 有一点像失去成长动能 你马上有个概念 OECD这些主要国家还不错 美国中国的话算稳健 各位美国占全世界25%的GDP 中国占全世界12%到13%的GDP 中国的话欧洲大概占23%到24%左右 所以欧洲有点趋缓 但是美国和中国还OK 好大的方向是稳健的往上 但是欧洲有点不如预期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这里是日本 日本有点失去成长动能 然后德国 这边是法国然后意大利 好日本占全球10%的GDP 感觉上最近似乎整个景气没有那么强 原因是因为呢 日本跟欧洲的话表现比较弱 但是讲说失去 但是并不是说向下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呢 它其实之前高于这个均值之后 然后出现降温的情形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在左上角的话是 刚刚我们刚刚那张投影片 左上角的话是英国 左下角的话是这个加拿大 那目前都是趋缓 那么右上角的话是巴西 右下角的话是印度 表现还不错 那当然大家都会说了 我们在追踪全世界各国股市的时候 巴西其实是比较弱 但是呢为什么巴西的这种 向上的角度表现这么陡 而且获得了动能呢 因为之前巴西的股市 其实是创历史新高的 它才刚往上走上来 然后要穿过均值的时候呢 股市就已经率先创历史新高了 换言之股市先表现了 那现在最重要是说呢 它修正了以后 景气有没有反转没有 所以股市先涨之后先回党 原因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好接下来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的话呢 也是稳健的 这个获得动能 好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 基本上呢 这几个重要的国家 在下半年来讲呢 欧尔西地所统计的 还是属于稳健的 但是呢中间呢 日本跟欧盟比较弱 那美国跟金钻四国 还有中国大陆的话 表现的稍微比较强一点 但是整体而言的话 世界还是在稳健复苏的一个轨道上 这是我们看下半年 2018年下半年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在这个全世界 好有几个重要的金融机构 以前我们提过 比如说INF啦 像刚刚提到OECD 经济合作开发组织啦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WB 就是世界银行 那世界银行6月份的时候 出了一个全球的景气 预测的展望的报告 经济的这种展望报告 他提到说呢 潮流已再转变 后面打一个问号啦 那他中间的这个细项就是说 全世界还是在稳健成长 那么但是呢会不会已经接近了这个成长趋缓的情形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嘛 那么有些国家表现的并没有这么强 那么但是会不会是到高峰之后开始要下来呢 还是持平的走势呢 那么所以他提到一个问号 问号的话就说呢 下半年虽然不错 但是我们继续观察 所以我这里得出一个结论了 目前来看呢 全世界还是处于牛市多头的情况 景气的话还算稳健 只是开始会有法人在担心 那么是不是到高峰 是不是持平 那持平之后会不会开始往下走 还是持平之后能够再走一波 这是我们下半年 未来这几个月的话观察的重点 所以在我们投资上面的话是这样 还是可以维持这种多头的看法 同时呢投资上面的话还是果忧于在 但是呢要观察一些的警讯 看看这些警讯有没有出现 如果没有 你就不要自己担心 如果出现的话 各位那您就做解码就可以了 投资上面的话 其实只要看这几个重要的数据 然后去做研判的话呢 严守纪律 这样子大家投资上面就可以去快快乐乐的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财富日增 谢谢大家